太上感应篇 经文不多 而且浅显一鸣 只是有一些经文 要配合时代的一个变迁 给它加以不同的一个注解 才符合我们的需要 这个叫做佛规里面的活泼应识 在中庸里面 孔夫子也讲 这个道会随着时间空间 他表述包装的方法 会做适度的调整 不变的是那个中心的主干 那一共一千三百个字 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 来阐述因缘果报的道理 这是我们一开始 就跟前贤们讲的 那接着来解释 何谓太上感应篇 太上第一个 是针对老子的一个尊称 那其实如果讲太上感应篇而言的时候 这个太上应该落在第二个解释 代表我们的信德 代表我们的真如自信 天上地下为我独尊 那个我就是代表我们的自信 信我者得永生 那个我也代表自信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上天赋予我们的圆明的本性 把他行诸以外 你就能够尖善天下 你就能够成佛做主 所以我们在人间 我们行佛事 将来百年之后 我们就成就佛果的一个位置 所以一切都是 一切我们将来的去处 我们的结局 都是以我们心性 来做最后的一个判断的 何谓感应 我们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 所产生的一个反应 这个叫做感应 那人之感天者 感是因 什么意思 我说了一句话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动的一个念头 十方法界都接收到了 这个叫做感天 如果是善念 会让天感动 如果是恶念 也会让天有妙 触目惊心 他要看你的下一步 所以你起的善与恶 就是你在什么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剥下了一粒种子 所以感是因 那一天当中 各位前嫌 我们感天的地方太多了 有没有发觉到 你起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你睡觉的时候 躺下去 进入到脑海里的是什么 在起来 睡下的这一栋 浑洞的过程里面 我们做了什么 你都在赶 都在你自己的那一块心田里面 在不停的剥一些 善的种子 或恶的种子 学道就是告诉我们 要尽速的扭转自己的命运 你要尽可能约束自己 止剥好的种子 不要去不精心的留下负面的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只要我们行出去的 只要我们想的 应天之应人 老天回应你的 那个叫做果 等到果报来的时候 毁之完影 所以才讲 圣心念与隐为 恶意恶于动机 让那个因都是好的 所以圣心的功夫是很重要的 所以才讲 如果讲太上感应篇 正确的解法 太上应该是讲我们那个自信 因为感和印 都是依着自信而起 自信迷 出来的就是恶的多 因为自私自利 自信如果能够做主 自信不受无名的缠绕 他出来的都是善 那你播的都是什么 好的东西 将来收的都是美好的结果 所以人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严格来讲 都在迁移法 而动全身 随感随应 没有止息 乃至于晚上睡觉 躺在床上 四平八稳 只有脑袋挂在胡思乱想 你的感跟印 都没有停下来 可不可怕 所以听经文法 就是希望借由后天 一里的熏息 去净化我们的阿赖也 让我们慢慢的 里面所留存的 都是好的东西 将来才不会开出 不好的结果 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 心法 心理层面 色法 有形 有相 我们看得到的物质的层面 各位请写 你接触到了 都跟你的过去生有关 你为什么长得漂亮 为什么长得丑 为什么别人怎么样都是健康 我怎么照顾 身体都不好 他都有前因 别人随便读 什么都懂 我很用心学不会 他也有前因 乃至于我们现在心里的层面的一个起伏 老是落在某一个区块里面 他也有前因 惯性使然 所以万法形成的条件 就是因缘果 因是责任在我们 缘是外在环境所提供 果是老天把我们所做的 送给我们 但是就其实因根果都是自作自受啊 了解自作自受 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还敢像愚笨的人一样去怨天尤人吗 那这个敢 如果在为事当中来讲 他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种子 种子就是剥下去 还没有开花结果 所以各教生都提到感应 都提到因果 而我们自己在因果的思维之下 也不见得大家都畏惧因果 我仔细思索 很可怕就是 我们虽然了解因果很可怕 可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还在造恶因恶果 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鞋 这是非常可怕 因为我们基德善 远不如我们造的恶来得多 我们仔细思维 我们仔细思维 你一个月当中 你能做多少与人有益的事情 最简单的 我们来佛堂护持道场 责任父亲 各位前显 算得出来吧 你一个礼拜有几次 不管是家庭佛堂或公共佛堂 不论是道场的事物 或者到外面做志工 各位前你去算算看 你一个月能做几次 利人的事情 可是我们一天24小时 哪怕我们在担负起盛事的时候 你都可能有恶念 会不会 你才知道 我们不断的在撒的种子 经过这样一剖析以后 是恶的多 善的少 这个就是为什么 修行的人那么多 然后真正能够成道的那么少 原因就是在于 即便进入到道场 还受过去惯性的一个支配 有心学好 但是身不由己 过去的秉性太强了 所以他扭转不过来 所以一直鼓励前贤们 听佛号 或者多听道理 就是想办法用这些的力量 去熏悉我们的阿赖言 只要我们勤努力 他有一天 他就能够做360度的翻转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教的 所以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收到 美好的一个果实 希望所有的不幸的事情 都离我而去 各位钱就要小心 你在播种的时候 你不要把不好的种子 放到了你的生活里面 我再提醒各位前贤一句话 不论你想什么 你说什么 你做什么 有人看到没人看到 形成具体的伤害 或者还没有形成具体的伤害 只是潜藏在阿赖言士的一个无明的观念 您都要小心 只要那个念头在 将来老天一定会提供外面的环境 去激发出你那个念头出来 所以您现在才理解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说四正起 以生善 什么 令增长 为生善 令生 以生恶令除 为生恶令不生 修道的关键 就在于这里 要常常激发自己的善念 要常常问自己能为别人做什么 我这两天还在显示一个问题 那个道卿现在比较少见 我就在一直在追思过去那一段 他曾经跟后学提过 他心里面所遇到的一件事情 可能对他造成打击了 然后他又常常 也发过好几次的 这个简讯问后学一些事情 我自己因为太过于忙碌 所以也不应该是忙碌 有一些用口头讲话很容易 如果诉诸于那个打字 我真的觉得好累 所以一次两次次数一多了 我也懒得回应 我最近就在想 哎呀 那这个人我是不是应该要为 他的道心的远退 也要承担一副责任 假如当时肯站在他的旁边 多替他分析多听他讲 让他宣泄一些情绪 是不是今天他依然会矗立在道场上面 事情已经发生了 谁也不能够把时光扭转 所以只有自己往回头去想 去忏悔 所以学到 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以帮 有的时候不愿意帮 为什么 自私 觉得太累了 假如是问问题 我永远不会不耐烦 但是我真的不太愿意别人在网路上跟我问问题 那个打字太累了 尤其那个手机啊 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都长话短说 所以有的时候 才发觉修菩萨道 自己的内在还有很多要去补强的东西 这个就是爱不够啊 如果自信真的打开来 那个爱源源不绝 无我还会考虑到很多吗 所以善因遇到恶元 各位前面这句话也很重要 善因遇到恶元也会结善果 可是恶因遇到善元也会结恶果 所以 你们理解这句话吗 我们只要中了善因 哪怕我们跑到很偏远的地方 是恶山恶水恶国恶人的居住的地方 外在一日的条件 一切条件都不好 可是不妨碍善果的承受 可是假如我们恶种子种的多 即便你在清静的道场上面 各位前贤 将来承受的可能也是不好的果报 你解吧 所以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种子 重点在你的身口意的一个造作 只要那个能够利于不败 处于一个纯善无恶的情况之下 所有外在的环境 根本就哪里莫可奈何 所以善因重得多的人 必然是迈向于成功的 那如果过去恶因重得多呢 那现在 弃恶向善也来得及弥补啊 所以重点只在于 我们种的种子 是善的多 还是恶的多 如果善的多 就不受时间空间 外在环境的支配 早早晚晚善果 我们还会采结到 那如果种的是恶的 同样也没有时间空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隔阂 无远佛界的 这个恶果 也将会如影随形的 跟随着我们 我们散果不掉的 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这个心 心如果好 种的种子是善因 遇到恶元 将来得的是善果 所以了解为什么圣人一再教我们 修道要修心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关键就在于心 三界六道升降的枢纽 就在于我们这一颗心 而你修心 首要之物 就是在于赔自己的德 让里面过去 所没有彰显于外的 一切的美好的德性 透过学习 透过历练 我渐渐的行诸于外了 我还记得过去刚进道场 跟前贤们分享 我在童年的时候 一个刻薄的行为 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是很好 可是后学的父亲 他总是会有夹心饼干 巧克力夹心饼干 他一买就是一大铁桶 然后每一次吃完饭 父亲都会拿一些 放在桌子上 让我们小孩子吃 但我们家里孩子多啊 八个小孩子 对不对 我排行老三 那有的时候有没有 那个哥哥姐姐的速度 比我快啊 手比我长 然后我吃的速度 又没有人家快 眼看着自己 一定还没有下肚 桌上已经稀稀落落了 好急啊 可是父母有规定 我们没有吃完 就是不能去拿它 于是就想出一个 很缺德的方法 我把那个饼干拿过来 舔一舔 两个一拆开 里面不是有奶油吗 白色的奶油 我左边舔一舔 右边舔一舔 然后合在一起 再放下去 我没有多拿 对不对 可是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拿我舔过的东西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 我在道场听人家讲 哎呀周讲师 你常讲道理 好像很有来历 我就想 这个叫做有来历吗 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人家观音菩萨有来历 看到蚂蚁打架 把人家分开 我多么有来历 有来历有没有 看到东西吃得比人家慢 怕吃亏了 先生夺人 用恶劣的方法 俱为己有 根气的好与坏 跟自己的年幼年长 没关系 小的时候 我爸爸常讲 三岁见八十 所以三岁就种下 我这个不如人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学到以后 为什么一路上 一直提醒前贤们 你要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 对的是你走过的这一条路 你要把你的思维一直往过去 去推 看这一路走来 我们曾经犯了哪些错 然后一步一步把那个错的死结给他解掉 已经错的成为历史的定区 你是赶不掉的 但是我要让自己未来不要重蹈覆测 不要犯相同的过 那才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嘛 所以回头过去 是为了让过去的错误的行为 得到修正的一个机会 这个并不违背金刚经所讲的 我们讲过去心不可有 未来心不可有 你不要认为这两个有冲突 没有冲突 因为我的过去的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我对照我的现在 我有没有进步 我有没有限于过去相同的错误 所以想到自己从小得性就不好 那我现在陪德啊 那陪德的首要的功夫 那么多的万善美德要去做 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 拓展胸襟 也就是学宽厚 假如我够厚道的时候 我会那样子跟人家抢夺食物吗 用那么一个恶劣下流的方法 把东西拒为己有吗 应该不会 假如我们的心胸够宽厚的时候 各位前嫌 你会跟人家很容易起人我冲突吗 什么样的人有宽厚的胸襟 有同理心的人 他感同身受 夫妻有同理心 夫妻就能够百年好合 白头到老 两代之间有同理心 两代之间他就没有代沟了 手足之间有同理心 手足之间就能胸有地公 朋友之间有同理心 他就能够结成了默逆之交了 所以我们跟别人处不来 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同理心 我们没有同理心 是因为我们的心地不够宽厚 那为什么心地不够宽厚 回过来答案又是只有一个 什么原因赖亚婷 我执嘛 对不对 所有的问题就在于我执 所以三教经典 不论我们将来 你要解哪一个题目 要怎么样让自己在座心明 要怎么样能够明明得 你从来都没有离开 去画我执 这个大方向 我在讲员讲师班 一直教他们破题的技巧 我也在讲台上 重复过无数次 三师里面 法布师是最容易做的 因为不论你怎么去说 你要让自己悟道理没有悟错 首要之徒就在于 你那个我执有没有拿掉 你我执拿掉 就不会移管 去什么 去亏天 拿着一个小小的管子 看天有多大 以移去测海 拿一个小小的容器 去测量大海有多少的海水 这不是愚痴吗 所以同理心一出来 我们很多的意理 很多的事情 别人的想法 你能触类疼通 那就叫做神通 所以神通是 伴随着智慧而有的产物 智慧是我破展胸襟之后 自然得到的结果 所以完全来处的方法是一的 所以只要我执没去 有我罪及身 胸襟就不够辽阔 胸襟不够辽阔 看待人事物就有你看不透的一面 那你解决的方法就会什么 就会产生了错误的瑕疵 而有不好的结果 那古人也教我们 宽厚最容易做的一件事 学吃亏 在过去我也是不肯吃亏的 现在有没有懂得吃亏 我讲懂得吃亏的好 还不见得能够做到吃亏两个字 先懂然后慢慢去学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在有生之年 把吃亏做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 因为这一口气不来 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我忘记在哪一堂课有提到 去小兰清朝乾隆皇的一个大臣 他跟普松林很一样 很喜欢收录一些鬼故事 撂印艳作人间语 爱听秋粉鬼唱事 他觉得跟鬼交往 要比跟人来的什么 安全多了 因为人会无法无天 因为人不知道过去 看不到未来 所以会依着现在所有的权势 就胡作非为仗势欺人 但是鬼不一样 人一口气不来成鬼 他就知道有天理 有天堂有地狱 所以鬼道的人反而有规矩 所以有一些古代的学人 他们为什么喜欢跟鬼打交道 因为觉得人心叵测 鬼还来的比较什么 比较坦白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跟鬼打交道 因为我们被鬼的长相给吓到 对不对 一想到鬼 那感觉真的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们被鬼的长相给吓到 那你只要想一想 鬼他反而敬畏天理 把他的好给扩大 以后听鬼故事就不会寒毛之力 那在这个鬼 季晓兰的鬼故事里面 他有记录这么一个章节 还有一个人很喜欢跟鬼交往 可是他从来没有看到鬼 怎么别人都有鬼的奇遇记 他三更半夜在外面逛来逛去 就看不到半个鬼出来 等到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天不耐烦了 就带了一壶什么 一壶烧酒 去到这个文化坡里面 然后就烧酒倒到杯子里面 就对着那些的乱葬缸里面 就开始讲话 他说如果有哪几位 还没有睡觉的鬼兄鬼弟 有没有 请你们出来 我们来供饮一杯 他讲完以后有没有 他就把那个酒就往外泼出去 隐隐约约就看到 那个草丛里面鬼影飘飘 哦他好兴奋 赶快又倒一杯又洒出去 就感到有那种人在躁动 好像在抢东西的样子 然后他就这样如法炮制了 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就陆续 有差不多八九个鬼就走出来 有那个雏形就给他看到 他就很高兴啊 我等了这么久 总算有碰到一个鬼了 他就跟这些鬼讲 就开始聊 他说我听说人死以后 就会去投胎啊 那为什么你们是死了多久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去投胎啊 于是那鬼就讲 他人死也不见得 马上就投胎 第一个看姻缘 那第二个在鬼道的人 如果造了恶的时候 他也不能去投胎的 他就像我们这个地区 本来有十三个人 十三个鬼啦 对不对 那么有四个已经得到投胎的子力 他们已经去转世了 那至于像我们这九位 我们还要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待一段时间 他说哎 那就做错了吗 活着的时候做错事情了 于是这个人就讲 那做错你就忏悔吗 忏悔不就没事了吗 于是其中一个鬼就跟他讲 看在你今天 到了这么多久 我也喝了一些有没有 我就告诉你 忏悔要活着才有用啊 死了就来不及了 我跟你讲一句话 忏悔活着才有用 死了来不及啊 理解了吗 所以各位前嫌 为什么要省思过去 为什么要听闻义理 是让你借由义理 想一想自己的行为 有没有错 错没有关系 人非圣贤 人非圣贤 孰能无错 但是不能够一连串继续错 要改 那改之前可以先忏悔 活着有机会 死了来不及 懂吗 好进入到第一章 第一章就开始 祸福无门 为人自兆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整个太上感应篇 一千三百个字 全经的经验 全经的精髓 总纲领 就是这十六个字 他是在告诉我们 如是因如是果 种子自己破 果就要自己受啊 所以我们把这十六个字 记得的时候 我们时时提醒自己 我们多行善行 以善去感召天的回应 老天回应给我们的 就是福 我们如果无视于天里的存在 我们的念头邪 我们的行为偏 我们敢胆大包天 如是去做 那么老天 回应给我们的就是祸 所以这一生 想的逆境有多少 受的挫折的困境有多少 他就是我们过去生 善做的多 还是恶造的多 最明显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倾诉 不要告别人告诉我们 自己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每一天过的时间里面 都有过去历史 所留下的什么 影子 如果是正面的 那就是美好的 如果是负面的 那就是残酷的 那所有的一切 虽然是牵印给我们的果 然后请不要忘掉 果的种子 谁种的 文林 谁种的 自己 自己 我应该想办法 要让你们在这个YouTube上面 偶尔要露一些的 名声出去啊 不要主角只是我一个人啊 对不对 那也不好玩啊 舞台是大家的 我不是因为你们要睡觉 才叫你们啊 前嫌不要这样想啊 大家就很冤枉 那个被我点名的人啊 都是我们自己 所以什么叫福 什么叫做祸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小的果报 叫做吉凶 大的果报 叫做祸福 大的就是影响 比较剧烈的 以我们现在在人世间 我们最祈求的不外乎是 五福或者六福 有人讲五福临门嘛 也有人说六福 都没有关系 但是只是在六福里面 多了一个多子多孙啊 坦白讲啊 这四个字我还不见得很认同啊 过去农业社会 对不对 家里吃饭的人多 种田的人多 做事的人多 现在工商社会 多子多孙 还多累了 所以我还比较认同五福 但是过去是把六福摆在里面 六福也有 瘦 要活得健康 活得健康 佛在经书里面讲 有的人生来应该偿命 那为什么到后来 半途夭折 死掉了 也就是命不该死 他却死掉了 其中有四个原因 属于情绪的 称分心 称分心 忌妒心 还有什么忧愁心 过于忧虑啊 四个负面的情绪 会让我们本来可以 长命百岁 结果活到五十一半 就告老还乡了 就是情绪 负面的情绪造成 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经典里面 明明白白解说出来的 所以修道 是可以让我们 长命百岁的 因为修道就是 让我们去除 不好的情绪嘛 你看大学不是也讲嘛 奋志啊 忧患啊 好药啊 挂爱啊 都是啊 那富就是财富 康宁就是要平安 不会有人喜欢 自己的生活 像台风天坐船 高低起伏那么大吧 那种剧烈的起伏 血压如果争不住 也不要闹滚了 优好德 好终命 这些都是我们祈求的福 什么叫六胸 从后面看 弱 这一生来到人世间 体质弱 在社会上是弱势民族 在家里面是给人欺负的 玩的 那个都叫弱 恶 恶也是哦 各位前写 我们不要以为作恶 好像我逞胸一时 别人拿我莫可奈何 别忘记 恶的下场通常很悲惨 贫 忧 生病 还有凶短折 就是没有长寿 这是六胸 我们不要谈其他东西 光这个六福光这个六胸 都可以透过我们修道去做一个改变 那从我们的信念里面开始着手 因为信念会促使我们的行为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什么叫祸福无门 祸跟福从哪里来 没有一定的 就在你人的一心的心念当中的当下 特别是现在二十一世纪 业力的大清算 他讲究的是现世报 所以我们行的善 特别在道场行的善 财部是多 法部是多 无畏是多的前贤们 你很容易会透过这些善行 看到一些美好的结果 你的家庭会比较和乐 你的子女会比较平顺 那我要请你注意一点 不要在这个顺境里面迷失自己 认为自己修道有成 好的结果你付出的已经得到了 那心性如果没有相对的提升呢 那将来等待的就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现在是现世报 我们如果遇到不平顺的事情 先去着眼 最近有没有想法错误 行为错误带来的果报 如果都没有 可想而知 它是来自于过去生 因跟现在的原忌讳 我要借这个机会去练心了 来化什么 化这个恶果 它没有不好 所以面对一切事情 你要去什么 要做这样的双管的去思维 而不是说 哎呀我修道人就逆来顺受就好 万一你不是过去生的因 而是现在你造的因呢 那我都忍耐 你忍耐到后面 你不会调整自己 会不断的犯相同的错 那不幸的事情就 就接二连三的发生 时间一久那个道心就退了 所以即便遇到逆境 在你要逆来顺受之前 你也要去平分一下 它是来自于最近 还是来自于过去 所以我们如果即便曾经做错 哪怕十二不赦 上天给我有做人的机会 我可以身为万物之灵 我有自己思考的一个意志 我听闻了这么多的一个善法 就是上天给我一个 从头再来的机会 各教圣人都社教 就是借由圣人的意理 去教化众生 能够改变自己错误的思维 一开始讲 转佛之众生之见 为佛之之见嘛 原因在于这里 所以什么叫做 或服无门为人自招 任何一个人 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 《雷言经》上面说 不是天给的 不是地底冒出来的 也不是别人送给我的 自己找的 你自己找的 你还有什么好怨的 你还有什么好气的 你还有什么好恨的 你不去检讨自己 不去改变自己 那现在受的苦 不就白受了吗 那对自己不仁不义的是谁 是自己 所以饶不过自己 那是对自己恋爱 放过自己 那是纵骨归山 你在自己摧残自己 所以修道人士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原因在这里 你赢不过自己的